高雄明医金门议诊 由高雄市官先人道援助学会组成的议诊团队 日前抵达金门进行围棋两天的议诊活动 第一场在京城正宫所展演厅办理 吸引不少乡亲前往就诊 将近十位各科别的医师进行检查诊断 注重疾病检查追踪 希望可以帮助金门民众守护健康 走出电梯就有一诊服务团队 还有高一以及一大医院境外医学生 为乡亲服务在量测血糖血压等等初步资料之后 针对身体不舒服的部分向医师进行求诊 现场包括有神经外科脑中风防治 肝胆内科心脏内科中医等等科别 去采集有效心跳数去借有副利液的转换 去换算就是说有没有相关性治律神言失调 那我们可以评估就是说第一个心电图部分 然后压力部分 主要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心血管相关性问题 还有最主要就是盛民的品质 会喘所以来看心脏内科 医生是说半膜有那个力流的状况 要在大医院追踪检查 这样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还有要看其他的 其他看完了 其他看完了 状况怎么样 状况都很好 所以我们去年来了 现在服务到的人都很开心 所以今年我们还想再来 我们也希望明年再来 今天早上来做的这些 我们一些长辈们 他们都很开心 尤其是在酸疼方面 或者心脏 肝胆 甲状腺 脑中风防治 还有中医的部分 今天大家都做的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所有来的医生 都是我们高雄医学大学 这可以讲是民医 都是很有经验 都是至少有30年以上经验的 高雄市官先人道援助学会表示 今年疫诊服务扩大倒裂语乡 一次能有这么多科别的医师 检查诊断 节省乡亲往返医院看诊的 周车劳顿时间 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透过检查诊断结果 后续再交友地方院所 一例治疗追踪 这样的检查的方式 让长辈们减少他们自己来看诊 因为检查一定要一次门诊 第二次 就是安排你去检查 第三次再来看检查报告 一定周车劳顿 要三次才能做完的 我们今天是马上做 马上跟你诊断 马上告诉你要怎么去治疗 预防检查 重于治疗 现场除了乡亲向医师求诊之外 也可以利用仪器 透过心电图 采集有效的心跳术 经由数据观察 自律神经有无失调 同时借由数据报告观察 有无心血管疾病问题 透过非侵入性的检测进行预防医学 有了油 大额 曼 买 柴 裸